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地启动入俄公投 俄罗斯与西方陷入激烈交锋 核战幽灵出现 俄欧冲突会否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纪五铁路协议签署 土耳其中间走廊 与中国一带一路将如何战略对接 上核峰会后 埃尔多安表态 土耳其已加入上核组织为目标 动荡局势之下 土耳其如何平衡与美俄的关系 亚欧局势又是否正在发生巨变 海权与陆权 是谁的机遇又是谁的挑战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欢迎来到空间观测 我们先看看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公投 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另外土耳其左右逢源 它到底有什么底牌 今天乌克兰东部地区要举行公投 所以这俄乌之战要升级了看样的 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呢 乱局中的左右逢源 土耳其到底有什么筹码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一些内容 另外是普京总统宣布开始部分动员 主要是招那些会打炮的 会开枪的坦克兵 飞机维修员这一类的 另外军工厂的老工人还要回去 更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乌克兰东部地区 有四个地方要举行公投 他们这四个地方是俄军占领的地区 大约占到乌克兰土地面积的15% 相当于多大呢 相当于葡萄牙的国土面积 那么这个公投现在正在进行中 那么我们看看俄罗斯占领区公投 是什么情况 赫尔松这是一个区域 另外是扎波罗热区域 还有呢 这就热闹了 顿涅斯克 还有这个顿涅斯克呢 又分两部分 像这一部分呢 就是没有占领的 但这也是他的行政区 然后上面是卢干斯克 刚才我讲了 整个这个土地面积呢 是相当于葡萄牙的土地面积 占到乌克兰本土面积的 百分之15 那么这个蓝的地方呢 是这回乌克兰反击 夺回去的地方 还夺回了一点地方 这是目前的最新状态 另外呢 一听说要动员参军了 我们现在发现呢 Google这个网上 搜索如何离开俄罗斯 顿时好多人在查询 查询看怎么离开俄罗斯 而且俄罗斯呢 莫斯科飞往伊斯坦布尔的 飞机票价大涨 另外还有飞往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的首都啊 也特别多 更主要是芬兰啊 边境一天过境跑的 芬兰的人就上千人 那么就看来好多人呢 是不愿意打仗 所以呢 俄罗斯政府解释 我们招什么兵 主要是预备役 虽然是人打算往外跑 哎 武器也在跑 我们注意看啊 这是圣彼得堡的地图啊 这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就是原来叫列宁哥勒啊 我们看它这个地理位置 离芬兰就这么近啊 但是我们相片的卫星 我们的卫星派到这个地方看呢 发现有一个军火库 这个军火库呢 主要是防空导弹 防空导弹的啊 这个架子里都空了 证明他们的防空的 哪个车辆都掉走了 掉到哪呢 哎 肯定是掉到前线了 这是我们卫星啊 发现一个叫清空的基地啊 这些基地我们都有相片看 你看这个白颜色的啊 就是导弹没有了 红颜色的导弹还有啊 就看来生产比较紧张 所以普京的大脑啊 就是普京的智库说啊 如果俄罗斯输掉 乌克兰的战争呢 将会爆发核战争啊 那就是核爆 核战争一爆发呢 大家都没了 普京说过 如果俄罗斯不在乎 还在乎人类有没有 他都不在乎啊 那么梅德韦杰夫也说了 俄方将加强对 入俄地区的保护 可能使用战略核武器 就是说如果这些公投 并入到俄罗斯版图内 这如果你再打这个地方 你是侵略俄罗斯 你觉得这个逻辑能说得通吗 你想一想 说到这个核武器呢 现在我们专门调查了一下 核武器的密码 原来呢 普京只是掌握了 核武器的密码一个 一共有三个核武器的密码 同时拿出来才能用啊 一个是普京拿的 一个是国防部长拿的 一个是总参部长拿的 另外呢 核武器要看用哪一类的 有两类啊 一类是战术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的毁炸的面积呢 大约就是个足球场这么大 如果是战略核武器的话呢 毁掉的面积呢 就是整个的一个城市 我们看看 毁到城市这个凤凰友 网友怎么关心这个问题的 本周呢 有人问啊 本周俄罗斯宣布要进行局部动员 俄军的这种动员是集中兵力 在短期内结束俄武战争中冲动吗 有这个意思啊 但我估计也是兵员有问题 因为这个俄罗斯已经宣布了啊 前线已经阵亡将士呢 有五六千人了 这是俄罗斯自己承认的阵亡将士 那么五六千人的阵亡 那么就基意识的 肯定有上万人的伤亡 那么这样的话呢 肯定要补充兵员啊 这是不一定是为了快速解决战斗 起码是要补充兵员 另外一个问题是普京人说啊 将动用一件资源投入战争中 其中包括也使用核武器吗 普京没有说核武器啊 但别人说了 如果俄军在乌克兰使用了核武器 会不会牵动全球的紧张局势呢 注意啊 刚才我讲了 关键使用什么核武器 如果是战术核武器 就炸了一个毁的面积 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话 你想别的人会有动作吗 另外乌克兰的总统说了 他不相信普京会使用核武器啊 另外是这个邵一谷说啊 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说 目前俄军在作战中 损失了5937人 以欧冲突的整体烈度 你觉得目前俄军损失的 与进展成正比吗 这个很难说啊 因为他是打 一开始打的闪电战 后来变成正地战 所以从这个正地战 和整个投入兵力人 来说啊 因为名义上俄罗斯投入十万兵力 现在阵亡人数大约六千人 你看看这个比例啊 更何况是打了半年多 所以从这个比例数上讲呢 也并不是很多 更重要还有十万多的人呢 是当地的民兵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哎 现在这个地区紧张了 那美国也凑着呢 我们看看 我们的卫星捕捉到了 美国的一家啊 RQ4B无日机 跑到黑海来活动啊 跑到黑海 这就是黑海 大家知道 这就是乌克兰啊 这就是乌克兰啊 这作战地区 美国的这个无人机 跑到这个地方很明显 看见没有 它的电子侦察范围是这么大的 很明显对战场去的 而我们的卫星 也捕捉到一架啊 这个俄罗斯的特种飞行支队 也过来了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飞机是谁呢 北约的RQ4D无人机 从哪起飞呢 从美国的西海岸起飞 然后一直飞飞飞飞飞飞 飞到哪呢 飞到意大利的一个空军基地 到这来降落 所以你别看它啊 是无人机 我们的卫星也能捕捉到啊 不仅能捕捉到 我还能捕捉到它的线路 还有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哪 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这个位置啊 在地中海的这个位置 在意大利的后面啊 那么意大利后面 我们把它的这个几个军舰 给它放大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放大 这肯定是个驱逐舰或者护卫舰 这个肯定是航空母舰 这个呢 好像是两栖攻击舰啊 这个美国的军舰没有进港 依然在地中海进行战备执行 说明美军并没有睡觉 另外呢 除了美军以外 还有北约的西班牙的海军啊 西班牙的海军两栖攻击舰啊 就这个我们把它放大 两栖进攻击舰也可以起飞直升机的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看见没有 这就是黑海 这就是作战地方 乌克兰作战地方 也都在跟前活动 还有一个地方也在边境冲动啊 就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边境冲动 大家知道呢 阿塞拜疆是得到土耳其的支持 所以它的那个无人机呢 给阿塞拜疆提供以后呢 这个亚美尼亚打得非常被动 在这个紧张关头 你叫谁去呢 俄罗斯是劝和 但是美国劝打 谁呢 佩洛西 美国中约议长佩洛西跑到亚美尼亚 支持亚美尼亚人民 但是他也不给枪不给炮 就在那嚷嚷 为什么 如果这打得乱呢 他就更得意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战场的硝烟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是佩洛西访问纳美尼亚呢 就批评阿塞拜疆 而阿塞拜疆后面呢 又是土耳其支持 所以美国的态度 这是亚美尼亚 我们看这个相片 亚美尼亚发布的相片 就是说他们发现了 阿塞拜疆的士兵越过边境 9月13号 边境在哪呢 这条线是他画出来的 强调这是有边境 证明阿塞拜疆的士兵越过边境 进入到亚美尼亚 现在是美国的中情局的一架包机 主要这不是美国军方的飞机 是中情局的包机 包了一架飞机从美国起飞 飞到哪呢 看飞到了希腊这个地方 我们把镜头拉近 看看他飞到了什么地方 原来这是一个希腊的 美国的海军基地 就刚才讲中情局的 固德尼加飞机飞在那 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可以看在地中海的这个位置 它的旁边也有一个飞机场 谁的呢 土耳其的飞机场 我们照得很清楚 土耳其的飞机场 它在什么位置呢 也在这个位置 上面是黑海 注意这个飞机场 它是北约的空军使用的 而且这里重放的美国的核武器 而是每次土耳其从这起飞 就去轰炸叙利亚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被我们的卫星也照下来了 好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观察 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举行的 上海合作组织 第二十二次峰会日前落幕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以特邀嘉宾身份参会 这也是土耳其自2012年 获得上河组织对话伙伴国地位以来 首次有总统级别的领导人参会 峰会后 埃尔多安称 通过这一步 土耳其与上河成员国的关系 将走向一个截然不同的位置 还在记者提问中表示 让土耳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是它的目标 据悉 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而此前从未有过横跨 北约和上河两大组织的国家先例 埃尔多安就土耳其可能加入上河组织发表的言论 引发国际关注 俄罗斯外交部就表示 土耳其必须符合加入上河组织的标准 即不是北约等集团的成员国 德国总理则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直言 他对土耳其试图加入上河组织 感到非常恼火 对于种种声音 埃尔多安19号在电视采访中表示 自己并不想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做出选择 欧盟将土耳其拒之门外52年 土耳其没有义务向欧盟报告有关情况 土耳其想参加上河组织 这引起全世界的热议 首先俄罗斯表态说 你要加入上河组织 你先退出北约 然后德国总理非常愤怒 你干什么干 然后欧盟说 土耳其你要加入上河组织 你要把在上河组织开会的地方 给我们汇报 二专说我凭什么给你汇报 我不给你汇报 这就是这么多国家热闹的 另外是土耳其总统到了美国以后 记者问他说 你见不见拜登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拜登 我为什么要见他 他是谁 他是他 我是我 你看土耳其这么恨 他为什么这么恨 人家别的国家有石油 对吧 或者是有钞票 他现在经济那么紧张 他到底底盘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他的底牌是什么 他的底牌就是他的地理位置 大家看 土耳其正好是亚洲和欧洲的交界处 更重要是他不仅是陆路交通 也是海上交通的重要的交通交道 那么他是站在一个历史的一个 或者地理的重要位置 所以他历史上呢 经常是产生一个堵的作用 他堵住欧洲人进入亚洲 那么现在土耳其要参加上河呢 证明他想搞书 是连接欧亚大陆 注意看啊 现在他的铁路呢 可以通过哥鲁吉亚 通过黑海 另外通过厦门 也进入德黑兰 到土顾曼斯坦 他自己就有铁路 那么现在中国也要搞一条铁路 就是中国到吉尔吉斯坦 到乌兹别克斯坦 就是中基乌铁路 那么这个需要开始动工了 这将跟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路线 产生结构 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对接 这个对接是一个战略的调整 所以我们讲了 土耳其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它的战略地位 它的地位决定一切 我们看看土耳其历史上 曾经是奥斯曼帝国 这就是土耳其的位置 土耳其的位置 它现在曾经奥斯曼帝国 最远的时候看见没有 克里米亚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 都是土耳其的 这些地方都是土耳其的 耶路撒冷 以色列 这都是土耳其的 多厉害 这就不是土耳其 应该是奥斯曼帝国 所以它历史上 它一直是欧亚之间的一个封锁线 因为它这个战略地位 使得好多历史的奇迹产生了 由于这个军事坦地 就是土耳其今天所在地 那么由于它堵着这个陆路相通的地方 逼得一个航海家朝西走 这个人叫哥伦布 就发现了新大陆 还有个航海家叫Americo 发现这个新大陆原来叫美国 Americo 就是America这个词的来 就Americo 就这个航海家发现了 这个地方不是印度 然后还有个航海家叫麦泽伦 干脆从这儿走 发现了地球是圆的 还有法国人和英国人说 你不让我从那儿走 我开一个树一世运河 所以历史上的好多工程 恰恰就是因为突厥人 或者是奥斯曼帝国堵住了通道 产生了这些新的发现 那么这回中国中基武铁路的规划 大概是从这儿 从中国的喀什开始 然后进入吉尔基斯坦 然后进入乌兹别克 进入乌兹别克以后 这个地区往下走 通过乌兹别克到土库曼斯坦 人家本来就有铁路 所以就对接 而且这个口接上以后 你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 从喀什 我们到德黑兰的首都 这个地方就有铁路了 有多近呢 2800多公里 就是比喀什到兰州的距离都近 然后呢 从喀什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比喀什到上海还要近 从喀什到以色列 比到广州还要近 比喀什到广州还要近 所以这个接通以后 是个非常重要的 更重要的铁路的宽度呢 都是欧洲标准 都是载轨 如果往上走呢 就是宽轨 宽轨就是1520毫米的 我们载轨呢 就1435毫米 既然说到这个铁路 有人就问了 请问老师 土耳其如果加入上海组织 退出北约 对北约会产生什么影响 退出北约呢 北约肯定麻烦了 他就又跪下给土耳其了 刚才我讲了 土耳其是个战略要地 它可以赌 它可以通 另外有人说 为什么这次土耳其表态 希望加入上海组织后 德国首先反应强烈 刚才我讲了 德国对这个土耳其 有特殊的关系 大家知道 德国的劳工啊 劳动力 起码有200万 是来自土耳其的 另外呢 土耳其还给它挡住 中东的难民 因为所有的难民呢 都愿意去德国 如果加入上海组织呢 那么土耳其的战略思路呢 就跟上海组织一样 那么德国不就倒霉了吗 他天天整俄罗斯嘛 他整俄罗斯 都等于是土耳其跟俄罗斯 站一块 当然德国不高兴了 还有这几年觉得 土耳其处理国际关系上 十分圆滑的态度 在北约和中俄等国之间 反复跳来跳去 这是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嘛 注意啊 全世界有两个国家 谁都抓不住摸不着的 谁呢 一个是土耳其 一个是印度 你说他是哪一伙的 大家都搞不清楚 他是哪一伙的 为什么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另外他有一定的实力 他不能轻易地 被任何一个大国吃掉 灭掉 所以他不害怕大国整他 他也不愿意让他整 但是呢 他有一定的实力 也有自己想法 只有土耳其和印度 是世界上这样奇怪的国家 那好了 我们再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 很多人就说 那既然这个铁路 我们现在的铁路状态是什么 注意啊 我们传动的铁路呢 都是从东北出发 东北出发 然后呢 走北部 走俄罗斯 走莫斯科 然后进入到欧洲 我们第二条铁路呢 是从中部地区啊 你要从西安这出发 进入哈萨克斯坦 上面莫斯科 又进入到欧洲 这是现在运行的 另外我们这条铁路呢 还可以进入到离海 还再到黑海 这是利用了 他们本身的铁路 这是现有的 如果我们新修的这条铁路呢 就等于在这个 离海的下头有条路 从这上去 你看这就是多了 所以我们陆路交通 有很多的选择 而海上交通 主要是南下 而现在的海上霸权是美国 所以美国在这些战略位置呢 都做了部署 这些地方都做了部署 干什么呢 就是他想称霸世界的时候呢 只要这是关键部分一卡 全世界都得听他的 所以我们路上多了 这么多的选择 等于是路权的选择更多了 使海上的霸权的力量呢 就削弱了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呢 大家想想 另外这就是一带一路 我们一带一路的经济板块 这是经济板块的路线 不是一个交通要的 但我们看这个经济板块 我们往这个经济板块走 目前主要是海上的走 路上的还没有 如果一旦我们这条铁路修好的话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走向 进入中东和中亚地区 更方便 经过的国家也更多 那么土耳其呢 它自己有一个中间走廊的计划 中间走廊的计划 它是通过大的基建工程 吸引国际的资门过来 大家知道 现在土耳其的消费物价指数 就CPI呢 80%全世界老大 就通货膨胀非常严重 急需要找出一个经济的出路 所以它的中间走廊呢 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战略构思 就是向东向西要通 以后不堵人了 其中它想修一个运河 运河从这走 大家注意啊 这就是波斯普鲁斯海峡 现在这个海峡就正常的通道 现在乌克兰的粮食呢 和俄罗斯粮食就从这出来到地中海 但是呢 因为土耳其这个通道不能堵 因为它是个战败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这个不能堵 但是它想如果我修条运河 我就不收这个国际公约的约束 有一天我放一条沉船挡住这 你们都从我这走 我就好收费 因为这儿的费 土耳其现在也涨价了 现在过调费 就过这个河的费啊 增加了五倍 我们看看有报道啊 看 就是现在土耳其已经 要准备提高波斯普鲁斯海峡的 这个通行费 涨多少呢 涨五倍 而它现在消费物价指数 CPI呢 是首次二十四年来 首次超过百分之八十 这就是这个运河的设计理念啊 这是波斯普鲁斯海峡 这个想法啊 这个位置我们看整个地图在这儿 上面是黑海 下面是地中海 这是红海啊 这是整个的地图 那好了 有人害怕了 谁害怕呢 注意啊 黑海是多脑河的出海口 所以这个多脑河上游的国家 上奥地利啊 德国啊 法国啊 这些国家啊 但法国不是上游的 就是奥地利啊 德国啊 都是多脑河沿岸国家 罗马尼亚啊 匈牙利都是 这啊 这就是多脑河进入黑海的位置 进入黑海 再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 进入到地中海 这是个重要的商业通道 如果这一卡住这些国家 那上游国家就不干了 于是上游国家想了个方法 我从贝尔格拉德 就是塞尔维亚这个地方的首都 我修一条运河 这条运河到哪呢 我到爱琴海 到爱琴海呢 我就避开了走黑海 走波斯普鲁斯海峡 我从贝尔格拉德 我从多脑河的中部 就直接进入到地中海 这样我就绕开你土耳其的堵截 这些积极修这个是什么国家呢 是奥地利亚 什么匈牙利亚 还有塞尔维亚 注意 更重要的是希腊 希腊特别积极 因为要通过希腊 而希腊和土耳其 是老对手了 老对家 这个我们不展个假 他们是死对头 所以这个修好以后呢 土耳其就不能恶心 这个欧洲上游的这些国家 这个想法他们找谁呢 他们找中国 另外我们刚才讲希腊 很多人知道希腊和俄罗斯 是非常好的国家 友好国家 为什么 他们都是东正教的国家 都像东正教 大家知道东正教本身就在东罗马 东罗马就在希腊嘛 对吧 它有这么个原因 我们现在卫星呢 我们发现了很多的船 从波罗的海出发 然后进入大西洋 然后跑到地中海 到了地中海 兜了半圈 然后又回去又出来 又回去又出来 非常的多 结果我们仔细一查 原来是干什么呢 原来是俄罗斯的石油 你不是禁运不能听靠欧洲的口岸吗 我到地中海 到希腊附近 公海上进行石油交易 石油交易的过程呢 被我们给造下来 那么我们现在发现个有趣的数据 一到七月份 德国进口俄罗斯的货物 增加了32.6% 出口减少了43.6% 逆差是177 我们看 我们的有人照到了这个相片 看船旋的名字 一个是俄罗斯的 一个是希腊的 这是邮轮 干什么在公海上进行交易 我们从这个图就可以看 这是海上我们中国的通道 这是陆上我们现有的通道 红颜色是陆上的 蓝颜色是海上的 那么这就一个海权和陆权 到底是水主成福 好 下周同一时间 我继续给大家空间观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